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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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恶劣环境的长期侵袭下 莱拉和孩子的身体终究不堪重负 双双病倒 孩子稚嫩的小脸烧得通红 仿若熟透的苹果 身体滚烫 虚弱地握在莱拉怀里 时不时发出几声痛苦的咳嗽与低音 每一生都像尖锐的词 扎在莱拉的心间 莱拉自己一时强撑着病体 头晕目眩 四肢乏力 可母爱的本能让她咬牙坚持 四处寻觅能让孩子好受些的办法 然而在那桥洞之中 一切皆是徒劳 就在她满心绝望 几乎要被生活的洪流彻底吞没之时 曾在往昔寄予过她帮助的牧羊人 宛如一道曙光 滑破阴霾 再度伸出援手 牧羊人知晓一处所在 虽称不上完美 却恰似冬日里的暖炉 珍贵无比 那是公路旁一个被遗弃的大水罐 往昔 牧民们靠着她储存珍贵的水资源 保障牲畜的生机 如今时过境迁 她被岁月遗忘在角落 却意外成了莱拉的救命稻草 莱拉拖着病驱 背着孩子 一步步艰难地挪向大水罐 当踏入罐内那一刻 她顿感一股暖意扑面而来 尽管四周弥漫着陈旧的气息 内壁也斑驳粗糙 但与桥洞那冰窖般的环境相比 这里无疑是天堂 外面 公路上车水马龙 车辆及时而过的呼啸声 引擎轰鸣声连绵不绝 嘈杂得如同炸开过的集市 可莱拉却满心欢喜 在她眼中 这些噪音不过是生活奏响的别样乐章 是换取温暖与安宁的小小代价 在水罐里 莱拉西新地铺好简陋的被褥 将孩子轻轻放下 看着孩子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 呼吸也趋于平稳 她眼眶泛红 泪水夺狂而出 那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是对这来之不以栖身之所的感恩 她知道 未来的日子或许依旧布满经济 生活的难题会接踵而至 但至少此刻 在这个被遗弃却充满温情的大水罐里 她和孩子能暂避风云 守着一方温暖 积攒力量 等待着生活或许会有的转机 怀揣着对明天的期许 努力在困境中顽强活下去 在生活这片复杂的迷宫里 莱拉宛如一只孤独却倔强的飞鸟 执着地按照自己认定的轨迹翱翔 即便风雨交加 也绝不轻易折移 投奔那看似安稳的旧潮 当下老者满心交集 四处寻觅 可莱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半 踪迹难寻 隐匿于市井街巷或是荒郊野外的某个角落 独自扛着生活的重压前行 莱拉的骨子里 流淌着一股不服输 不依赖的倔强血液 自小或许是生活的魔力 赋予了他超乎常人的坚韧 又或许是内心深处对自我价值的笃定追寻 让他早早立下誓言 要凭借双手 在这荆棘丛生的时间 为自己和孩子匹出一方天地 绝不仰仗父亲的庇护过活 于他而言 依赖父亲 虽能收获一时的安逸 却如同被圈养在龙中的鸟儿 失去了自由与尊严 那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的命运 而父亲的情感生活 吓似一颗投入瓶颈湖灭的石子 激起千层浪 成为他与父亲间矛盾的导火索 老者寻得小女朋友一事 在莱拉心中犹如遗迹闷雷 乍响了他所有的担忧与不满 在他眼中 那陌生女子带着太多未知与可疑 像一团迷雾 让他看不清虚实 过往听闻的诸多情感骗局故事 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轮番上演 他笃定父亲已然陷入了温柔陷阱 被那女人的巧言吝啬迷了心智 正一步步迈向被骗的深渊 老者向来古道热肠 心怀悲悯 对他人困境总是倾理相助 这本是人性至善的光辉体现 可在莱拉这儿 却成了引发怨怼的原罪 他看着父亲一次次将家中钱财 精力倾注在旁人身上 心中积攒的不满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 在家庭资源有限的认知里 他觉得父亲的慷慨是对自己和孩子的忽视 是将本该寄予家人的关爱与支持 肆意挥洒在了无关紧要之人身上 家庭的天平在父亲的善举下悄然失衡 这般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 日积月累 层层堆叠 终于在某一个临界点 促使莱拉决然出走 他怀揣着对父亲被骗的担忧 对家庭现状的愤闷 以及对独立自主的强烈渴望 踏入茫茫未知 宁愿风餐露宿 历经艰辛 也不愿回头 他要用自己的行动 在远离父亲错误轨迹的地方 证明自力更生的可能 也期望父亲能在他的缺席下 看清现实 回归正轨 重拾那份纯粹的妇女亲情 解开着缠绕彼此心头的生活死结 第二任何� admir 肥בת 若文日升 若文日升 所以 若文人 若文学 若文人